易经大学校长袁毅法师即将于台中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86班课程 仅遵照宗主指示前往三宝寺禀报中华列祖先贤朱祖林 且求牵引有缘人来报名上课 3日袁毅校长带领86班的义工干部同修们 准备鲜花素果来到总本山维新圣殿 前程禀报老祖师尊及诸佛菩萨圣神众等开课讯息 其请诸佛垂家户开班顺利学员满座易经风水新法广弘扬 原意法师带领干部门并读开课文书 向玉皇大帝老祖师尊及诸佛菩萨禀报 即将于11月26日在台中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86班的课程 以及护持班务的班主任和义工同修干部等 其请诸佛菩萨及老祖师尊加持开班顺利 并牵引有缘大众善知识前来共同学习 紧接着原意法师带着干部门来到九九法会谈前 再次向诸佛圣神及谈上中华列祖宗朱祖林 禀报开课讯息 其请诸佛圣神及列祖先贤慈悲 牵引有缘者来学习易经风水新法 让人人平安家家户户平安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世间不再有战争 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86班 将于11月26日星期二晚上 在台中道场开班 欢迎有缘乡亲父老共同来报名上课 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维新记者吴云珍 总本山仙佛寺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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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